欢迎订阅大家平安 很高兴又一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上第一位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 三五年级下冠第20-21 我们已经来到三五年级的最后 台北的王朝也已经来到买乡 在近前的十八年级我们认识 台北的女孩和三郎去来唱大王威 最后让台北的唱歌的将军欲合来台试 台北为了她的女孩的死感到非常详细 后来在庆朗的口腔和荣后的亚民 在定心定基来作用 但是这个定心定基的过程 却不是那么顺利 台北她本身是出身 在幽黛的集中鸡牌 所以幽黛的鸡牌加上西边的鸡牌 一直以来都是她最重心的支持者 现在要定心定基 也就是有这两个集中鸡牌 台心有行动 他们会送台北 过又等会 回家里面业务赛令 平心来作用 但是这个行动 却是他们去其他 担担的集中鸡牌的不完 他们认为对国家来说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让他们作为来参加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真实的背后 就是为了要尽出政治上的利益 北平的集中鸡牌他们的人员 有点是为了要贴得一双好处 所以才会这么多结局 20周就是记载在这类的经济 后后有一个病人名叫做死吧 他吃了这个机会来借着 南北集中鸡的分裂 甚至他鼓务北平的集中鸡牌 离开台北 当台北他回到亚禄三年之后 他就派手下的将军 欲业 平定后这段的困难 国家又一次回到 很安定的状态的民 21周到24周 同时是三万一期的一个附路 记录后台北公团发生了 一双重要的历史的事件 这些事件并不一定是 照时间的顺序来记载 21周的第一到14周 是记载关系基边人 折制的一双大事 我们可以参考 幼儿子阿基地九州 幼儿子阿在当时 又答应这个基边人 未会将人来买载 还是后来设计做王的时 像违背这个世约 所以就则行 在台北做王的时 是国家的记忆 台北对这些事情 有做出力 15到22才是记录后 毁日是人 四个关大的证书的事 他设立在书上 上甘违封的台北王朝 已经来到最后 接受整个国家 要怎么发展 让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